中老年人晚上睡不着觉 半夜经常醒两三点钟天没亮 就醒来睡不着了 那么今天何一老师给你分享一套拍打操 睡前练习十分钟 让你一觉到天亮 动作非常简单 一学就会 大家点赞收藏 每天睡前练一练 我们将双脚打开与肩同宽 我们将双手左右举起来拍打我们的百会学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 每天拍打个五十下左右 第二个动作拍打我们的手掌 双手在胸前击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拍打的力度由轻到重 让我们的掌心开始微微的发热发胀 就达到了我们锻炼的一个目的 第三个动作拍打我们的左右肩 同时可以扭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下一动作拍打我们的弹中穴 我们双手来去合掌 用我们的大拇指来击打我们的弹中穴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好下一动作我们将左手抱头 右手一定是空心掌来击打我们的弹中穴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来换手拍另外一次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好我们左手握顾右手空心掌来去拍打我们的肘穴 好我们左手握顾右手空心掌来去拍打我们的肘穴 一二二三四 这个位置一定要左右各拍打五十到一百次 让它发紫或者有小红点就可以了 好下一动作 双手空心掌来拍打我们的腹骨钩 来三二一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 好下一动作 两手自然放于两腿 我们的中指指尖有一个开关 我们用力的来去拍打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 最后一个动作 用两手空心掌拍打我们大腿的前侧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以上的动作您都记住了吗 点赞收藏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你练一遍 愿好梦长相伴 关注何一老师 我们不活九十九 谁也不许走